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理工科出一难 这期比较短 我来教一下怎么挖出来漂亮的橄榄型冰淇淋 首先 所有的冰淇淋和雪怕 在合适的条件下都可以挖出漂亮的形状 关键是如何控制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勺子 我这里摆了不同尺寸和形状的勺子 左边是普通的勺子 最右边这个是瓦冰淇淋专用的勺子 这两种勺子一对比就会发现 这种勺子弯曲的弧度要大很多 内部也比较深 这两把勺子都可以挖出来漂亮的橄榄形状 黄色的是我在商场买的 左边这个是网上买的专用款 不知道为啥它这个设计的会短一些 没有办法应用杠杆原理 所以使用起来其实还不如商场买的这个方便 这是两种勺子的侧面最比 网上买的专用勺子确实会更深一点 然后我们准备两把勺子 用50摄氏度到80摄氏度之间的热水套子 热水可以让勺子很方便的把冰淇淋融化开 比例是两份开水对一份凉水 每一种冰淇淋融化的温度和条件都不一样 比如我现在用了巴洗 我试过比较合适的条件是冷藏1.5个小时 再冷冻1小时左右 太硬的话会挖不动 太软的话会不成型 必须要正好才可以挖出来 先练习一下动作 前推下压 然后逐渐的再反过来向后拉 这个动作你必须要反复练习 轻轻来这么一勺 冰淇淋甜品的脉象 急速提升 其实我还不是特别熟练 这个还需要不断的练习 挖出来这个成功的冰淇淋球之后 我进行了炫耀 结果却遭到了曹府 有人说自己居然可以用嘴 把这个冰淇淋挖出来 好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我们做知识鸡肉酱